下課終身想學生魚貫走出校園 這樣的畫面越來越少見 少此話影響學生人數淚減 尤其宜蘭地區 今年五塔國小 大同國小樂水分校 都只有一名新生入學 但依照宜蘭縣國中小合併停辦準則 原鄉學校低於30人 可能就要在3年內進行轉型 否則將面臨停辦或合併 大同國小代理校長表示 學生人數每年都有不動 不擔心會有合併停辦的狀況 但學校也會提前做好因應方式 假如說他的人數還是可以開班的話 我們儘量還是朝向不轉型 那如果是開班的情況 真的是不允許的話 我們還會傾向於轉型 雖然在題字上是不轉型 其實我們都已經在轉型的 在課程上都在轉型 不管是在課程設計 彈性的一個規劃等等 宜蘭縣教育處提到 不只五塔國小以及大同國小樂水分校 只有一名新生 在四季國小英式分校 新生數也只有三人 茂安分班也只有兩名新生 因此教育處也提供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委託私人辦理 特色學校 混零教學等不同發展選項 只要校方主動提出需求 教育處將積極協助 宜蘭縣政府不會片面啟動 裁兵校的作業 會積極協助學校進行轉型 轉型的方式以每三年為期成 宜蘭縣教育處強調 依照原住民教育法規定 原鄉學校如果要合併或停辦 必須取得部落族人同意 並不會隨意來合併停辦學校 一定會落實原鄉的教育權益 原則新聞 這本Nabu已故宜蘭大同採訪報導